我們現在來跟老師介紹一個這個叫做 Session Booty 這個是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那麼 先問一下各位老師 如果你今天 你在用瀏覽器的時候 一開始當然是一個分頁嘛 對不對 請問你不用的時候會有幾個分頁 會有N個 對不對 那如果呢 你在這樣使用 假設你現在是一個工作階段也好 或是教學人家收集資料 你還沒有完成 但是可能你要下班回家了 或你要出門了 你就把瀏覽器視窗關掉 電腦關掉 下次是不是要再一個一個打開 這樣有點麻煩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需要能夠接上你前一個工作的這個 狀態 也就是說我現在是這樣 下次再打開瀏覽器 我就一樣這幾個就一起出來 這是最基本的 那這個不需要擴充工具你就可以完成 您從右上角這邊 右上角這邊 有一個設定 這個地方 按一下 這是Google瀏覽器 也有 火狐 或者你喜歡用IE 它都有這個功能 然後你往下看 在這邊 就是這個 叫做起始畫面 起始畫面 預設是不是都開新分頁 也就是說你每次打開就是 完全空白的 都完全空白 但是呢 如果你希望能夠 這次弄完了 就繼續上一個 你這裡可以勾起來 下次你 比如說是五個分頁 那他就從這五個分頁開始 就不會每次都是開一個新的 然後你再個別 叫進來 這樣這次 又不用擴充工具 您就可以做的 所以我 如果在這邊 那記得現在新的瀏覽器 都沒有那個儲存 你只要點了 就是 設定了 就設定了 所以你看我現在就把這個分頁把它關掉囉 當我在把 瀏覽器打開的時候 這個是訪客的 我就回到人員一的 有沒有就開這五個出來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但是這樣子 其實並不能夠完全滿足 我們的 使用狀況 什麼意思呢 今天老師工作或者教學或工作 有沒有每次都是 一件事情做完接著才另外一件事情 沒有 常常是 同時進行 對不對 這邊教學在進行 然後行政工作又要做 所以 你會開的分頁絕對不會只有五個 可能會有更多 那怎麼辦 每次都打開太多 其實瀏覽器你會覺得它滿 但是呢 要我 我現在在做行政工作 我說我就是有事情我要 先切回教學的 那你切過去的話 下次再打開就是教學的 就不是行政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搭配我剛剛講的Session Boogie 那麼 你把那個關鍵字複製起來 你來這邊找一下 一樣這個 這個地方 你找有一個叫做更多工具 更多工具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 擴充功能 這裡 好我把它按一下 這時候你會有點類似像進那個GoPlay或App Store的意思 好那 你在這邊打上剛剛那個關鍵字 Session Boogie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找到 這個 沒有 擴充功能 抱歉 因為這是找已經安裝的 你要找這裡 左上角這裡 這個地方 這個 有沒有 在下面 在下面 開啟線上的 因為現在是沒有裝在裡面 沒有裝在裡面 你把這個打開 這樣子 在這裡面找這個關鍵字 有沒有找到這個了 第一個 從 從 再看一下 您進到右上角 設定 不是設定 更多工具 有一個擴充功能 擴充功能 然後你找最下面這個地方 最下面 那個 左上角那三條線 按一下 有一個 線上應用程式 您就可以進到這裡面來 那找一下 Session Boogie 好我就把它加到 Google Chrome裡面 好新增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右上角會多一個功能跑出來 多一顆圖 多一顆圖跑出來 這樣就完成了 好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 現在我們就可以來試看看喔 也就是說你現在這幾個分頁對不對 你有在用的 你可以這裡按一下 好 有沒有那個圖示按一下 它就告訴你 你現在有五個分頁喔 這五個 你可以選擇 儲存下來 好這五個 在這邊 我就在它上面 按右鍵 你也可以儲存 你也可以從右上角這裡把它儲存下來 也就是你常用的 最近用的 我把它存起來 好這個就是 比如說這是工作用 好OK 有沒有發現我左手邊就多了一個叫工作用 有五個分頁 對不對 那你如果還有另外一個是教學用的 你就可以再把 教學用的 比如說我這邊我都關掉了 我都關掉 那我增加一個 Google 假設這樣子 我就增加一個 叫做 現在呢 目前的 這一個 我按右鍵把它儲存 這個是教學用 OK 我把它儲存起來了 現在 我就把它關掉吧 你看我剛關掉 我現在在打開 因為我剛留的是最後一個 哇沒有怎麼辦 來這邊 有沒有一個 工作用 好這五個分頁我就按它一下 有沒有這五個就繼續打開了 你就可以比較方便做好你的工作階段 什麼時候要繼續用下去 什麼時候 要 就是回到別的工作階段都可以 那 即使你沒有儲存 它也會幫我們記錄你 什麼時間 用了哪些分頁 這樣你要找資料就相對比較快 這個是我們 因為現在大家工作上 其實很多 都會用到什麼 都會用到 就是那個 就是瀏覽器 那你把瀏覽器管理好 這樣你也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OK 好 請你 好啦 感谢观看